谁没吃过巧克力 约300位联合国难民署 祭祠季教育中心的缅甸难民小朋友 第一次亲眼看品尝及触碰巧克力 他们前往雪兰尔州 十里肯邦安的国际巧克力 与饼干制作工厂建学 小朋友们犹如飞出鸟笼般开心 基本上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带小朋友出来建学 其实是在整个难民教育专案里面 规定的其中一个项目 那这样子一个建学可以让他们知道 平时雪兰所吃的巧克力 其实是怎么样做来的 那这些都是书本上 或者平时老师都没有教导的一些知识 从2008年至今 慈继雪龙分会与联合国难民署 已是第五次联办户外建学 体验新事物 能引发小朋友学习的好奇心 特别是厂里各式各样的模拟器材 更叫小朋友感兴趣 今天是特别空整个早上 到12点是cancel全部的团 来给他们特地进来学习 由于身份不受马来西亚政府承认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难民小朋友 缺乏社会的关怀 难得巧克力厂方热心招待 加上慈激之工的关爱 让小朋友们倍感宠爱 我们平时垂手可得的东西 在他人生命中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提供弱势群体 多一个开拓视野的机会 不仅为社会注入一股暖流 付出的人也满心愉悦 大约新闻趋稳近林伟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他 st Pasuk无展开 大约新闻 会哨 4 谢谢大家